红瓦猫工作室是以环保概念打造的艺术空间 致力于环境美学、再生艺术以及无独生活 追寻自然且无独的生活美学 园区更将循环再生概念用在艺术创作上 民众不仅能在园区内体验植物染、生态探索等活动 还可以亲自用在地食材制作食物 红瓦猫工作室发展出植物染主要是为了友善土地 如小花曼哲兰及檳榔染 利用这两种植物来染布 为它们发展出新的用途 植物染布仅能创造生活美感 对环境也不会造成负担 这边中府中是种了很多的檳榔 所以我有一天在散布的时候 在我们这边合体散布 就发现说他们倒了很多的过手的檳榔 在提案旁边 那我就把它捡回来 就发现说它的种人的色素非常多 那染布的过程我们又用到很多材料 像是弹珠、筷子、冰棒棍 然后橡皮筋、夹子等等的 然后让它们开始绑 那我会先教它们怎么绑 然后等它们绑完检查完就出去 第一个要泡清水 然后丢进去冰染染料里面煮 煮的时间大约5到10分钟拿起来 我们拿去泡石灰水 石灰水是定设计 那它可以把冰榔染的颜料刺到布里面之外 它还会变更深一点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绑的地方把它拆开 把它硬干就完成了 园区内的建筑利用废弃再生建材建造 并在周围种植台湾原生种树木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坚持无毒以及环保 让这个理念贯彻整个园区 比如说你要盖房子 快木的房子 那个它们拆下来的旧料 像说那一个那扇门 或是栏杆 或是一些橱柜 我们都是用快木的旧料去塞制作 以环保的概念打造整个园区 更努力让所有的游客 能享受到这里的生活美学 工作室的创立者 也将这样的理念延续给下一代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第二代 现在目前人员布啊 还有力气创作 大部分都还没在做 红瓦妈未来会持续 作为再生美学的体验园区 也希望借由这个空间 呼吁来访的游客 爱物习物 并将环保的理念 实践在生活中 中正一报 秋千夕 冯静寅 嘉义中浦报导